美国闪电航母或将取代福特号 在美国海军里航母的发展重点已经从大型航母转变为轻型航母 也就是闪电航母 与火力军之前提到的分布式作战 欧洲国家的航母也趋向轻量化 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等国家新研制的航母 没有一个超过三万吨的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大型航母无用 航母轻型化才是未来 火力军部否认轻型航母确实有过辉煌 在二战的时候 那些排水量只有一两万吨的轻型航母就是海上一霸 跟着大型航母并肩作战直接在海上横着走 随身携带十几架战斗机 走到哪儿炸到哪儿 一架战机炸不死那就海上兄弟们一起上 问题是还便宜 把巡洋舰货船稍微一改就能拉上战场 只要战机数量够就能保证自家的战力 问题是在喷气式舰载机出现之后 航母是越做越大 轻型航母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二战结束之后 轻型航母就被关进了小黑屋 当时喷气式飞机成为主流 螺旋桨时代的大机群编队 已经被各国扔进垃圾桶 多层配置的小机群编队 成为了海军的新宠 问题是喷气式舰载机经过升级之后 轻型航母这个曾经的霸主 变成了性能拉胯的小弟 飞行甲板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起降要求 加上当时各国海军军费被削 没钱了 这种与大型航母作用重叠的轻型航母 就被打入冷宫 流荡在被淘汰的边缘 但是现在轻型航母又重新站了起来 多个国家的航母都在走向轻型化 大型航母反而成为了累赘 不少国家都开始列装具备全通式甲板的大型舰船 比如韩国的马罗岛号两栖攻击舰 满载排水量1.9万吨 意大利的里亚特级排水量2.5万吨 澳大利亚的紫堪培拉级与日本的初云级排水量 也只是2万吨左右 都属于是轻型航母 都具备起降一定数量的固定翼舰载机能力 虽说轻型航母的战力比不上那些10万吨的变态航母 平常只能欺负一下驱逐舰 但是从作用上来讲 与那些大型航母没有丝毫区别 大型航母能做的事情 轻型航母同样能做 那为什么一度衰弱的轻型航母 会再度成为各国海军的宠儿 火力军认为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性能升级 俗话说的好 只要思想不滑坡 方法总比困难多 轻型航母被关进小黑屋 就是没办法满足海军的作战需求 当时的喷气式飞机 也能在轻型航母的飞行甲板上起飞 但是很危险 喷气式战斗机的事故率与伤亡率太高 飞行员都是把头别在裤腰带上 那既然战机无法适应现在的甲板 那就换新战机 也就是垂直起降的摇式战机 对甲板的要求降到了最低 将关在小黑屋里面的轻型航母拉了回来 正好当时的英国海军的经费被砍 没钱建造大型航母 就把目光放在了轻型航母身上 造出来被称为现代轻型航母先驱的无敌机 使用结构更轻巧的燃气轮机 以及华越式甲板 缩减了舰载机的起降距离 只是随着时代发展 要是战机的性能跟不上了 没办法胜任未来战争的需要 开始逐步退役 因为无机可用 当时美国的F35B8子还没一片 于是轻型航母又被关进了小黑屋 结果沉浸了一段时间之后 以两栖攻击舰 直升机登陆舰等 这些大型舰载机平台兴起之后 轻型航母又卷土重来了 我们观察轻型航母的发展经历 就能发现 轻型航母的兴衰其实具有规律性 简单来说 其实也就俩字 性能 当轻型航母能满足当时作战需求的时候 就可以走向兴盛 如果不能就被关进小黑屋 很现实 也很符合一个国家的军事标准 有用就能受到重视 没用就打入冷宫 比如现在轻型航母再度兴起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用 它能满足海军的作战需求 比如可以夺取制海制空权 现代海军可以粗暴的分为两类 有航母和没航母 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制海制空权 战舰打天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现在的海战都是空海一体化 在这方面航母就是最优选择 只是在以往的那种高强度对抗中 使用航母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的军事冲突基本上都是低劣度战争 派航母就有些大材小用 于是两栖攻击舰直升机登陆舰 这些本来用于两栖登陆作战的战舰就有了新的用途 毕竟F35B现在已经服役了 外卖的也不少 这些海上作战平台也有搭载固定翼舰载机的能力 这就可以当做航母的低配版本 不过这方面说到底还是因为钱 轻型航母更像是各国在军费与性能妥协后的产物 航母的吨位越大战力越强 这点没啥问题 但是强也就意味着贵 英国的伊利沙白级航母50多亿美元 美国的福特级造价140亿美元 就算是中型航母 法国戴高乐号造价也达到了25亿美元 轻型航母更便宜 泰国的航母只花费了4亿美元就造了出来 也就是说美国拿造一艘大型航母的钱 可以造30多艘轻型航母 当然了我们买不起东西 除了东西贵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自己穷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 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 日本军费开支几乎常年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 就算是美国放开了一部分限制 日本的防卫开支也只是保持在1%左右 在2020年的防卫费是481亿美元 但是用在海上自卫队建造舰艇的费用只有26亿美元 所以是改装出云日向直升机航母就是日本海自的最有选择 加上F3舞弊作战性能也不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 它缺钱吗 缺 虽然美国的军费高 2021海军的军费预计2071亿美元 但是它的花销也高 除去装备维护经费 基础建设经费 以及人员开支等费用之后 舰艇的采购军费就剩下了200亿美元 而美国福特级的造价140亿 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 福特级要按照1比1的比例 替换掉现在的10艘尼米兹级 但是看这个造价估计已经没希望了 如果换成轻型航母20比1都没啥问题 除了价格优惠 轻型航母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建造难度低 航母这种武器和其他武器不一样 它考量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以及军事技术 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科技实力 想要拥有航母无异于天方夜谈 而轻型航母的建造难度 远远小于大型航母 采用滑跃短距垂直起降模式 从航母建造上避开了两大难关 弹射器与阻拦锁 所以航母只需要采购垂直起降战斗机 就可以上舰作战了 而且轻型航母对于海军工业体系 不是特别强的国家来说 维护相当方便 因为缺乏弹射器与拦阻装置 航母不需要太高端的维护要求 这就降低了后勤保障和人员素质的要求 这也就意味着更普及 偏偏在功能上没啥区别 它同样可以搭载舰载机执行制空 以及对地打击任务 价格优惠建造简单 功能又与航母没有差别 谁又能拒绝这样一艘轻型航母呢 在轻型航母这个领域 火力军认为日本最具有发言权 毕竟是现在正在改造加赫直升机航母 这不是日本第一次把直升机改造成轻型航母了 2018年的时候是 日本就对初云号进行了防卫性空母改造 2021年进行了F35B垂直起降舰载机测试 算是日本的第一艘轻型航母 而加赫号就是第二艘 最近日本传出了关于改造的信息 正式切除了原本的舰手 从日本的动作来看 估计是要动真格了 之前初云号的改装幅度其实非常小 只不过是在飞行甲板上 辐射了隔热涂层 满足F35B垂直起降战斗机 尾流的灼烧 同时对舰导进行了有限度的整修 整体舰体的改造幅度非常小 火力军估计这应该是 日本对现代化轻型航空母舰的改造试验 先积累经验之后再实战 当然了 江赫号完成改装之后 估计初云号 也会效仿好兄弟的改造经验 再进行一次升级 言归正传 从切割剑手的动作来看 家赫号就是那个成品了 而剑手改装会成为重中之重 估计可能会前方安装一段滑跃跳板 满足战斗机短距起降的要求 这个方案的风险比较小 而且能最大程度上发挥F35B的战力 一般情况下 F35B这种垂直起降的战机 都是滑跃起飞垂直降落 如果以垂直起飞的方式作战 会影响F35B的航程和载弹量 或者使用分裂式飞行甲板 就是一半前甲板为常见的平甲板 另一半前甲板为滑跃飞行甲板 这样一来 既满足了滑跃起飞的需要 前甲板也能够停放F35B战斗机 目前日本一共从美国订购了42架F35B 而除云号能搭载12到16架 加赫号的改造程度虽然高 但是搭载的数量也不会超过20架 在舰载机这方面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美国近几年也把精力放在了轻型航母上 在美国海军内部一直有一个争论 到底哪个更适合美国海军 是低成本的轻型航母 还是性能出众的大型航母 目前这个争论已经有了结果 低成本的轻型航母 美国还取了一个特专业的名字 闪电航母 从本质上看 美国研发轻型航母的目的 其实跟日本并不相同 日本只是单纯的想要突破和平宪法 加强自己的军备实力 美国的航母缺实力吗 不缺 美国是为了分布式作战 美国目前的战略中心 已经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 为了应对俄罗斯防空航母的手段 美国海军就提出了分布式作战 意思就是将中远程打击能力 分散到大量水面舰艇上 以分散部署的形式作战 增加敌方防御的难度 提高自身战场生存能力 但是这些小型分散的海上作战编队 也需要空中力量提供保护 这就意味着要增加航母数量 轻型航母 无疑就是最好的选择 也许之后美国会将本来要建造福特号的钱 改成建造几十艘轻型航母 或者改装自家的两栖攻击舰 这就是美国的妥协方案 如果将美国级两栖攻击舰改成轻型航母 那么它的载机数量最多可达到40架 只比尼米兹级和福特级的80架少 除此之外 轻型航母上所搭载的F35B 完全可以保证该轻型航母拥有不弱于其他国家海军大型航母的战斗力 在成本费用上也符合美国的要求 一艘新型福特级的造价约为140亿美元 而一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的造价仅为30亿美元 就算是要改装轻型航母的总价 也不及福特级航母的一半 而且俄罗斯为了提升自己海上作战力量 也盯上了轻型航母 毕竟在库涅佐夫号坐牢的情况下 基本上没有远洋作战的能力 之前还打算购买法国的西北风 但是被拒绝了 没办法只能自言 如果成功了 俄罗斯估计就把它当轻型航母来使了 总的来说 现在的轻型航母就是各国海军的首选 只是现代轻型航母与之前不同 现在的轻型航母更趋向于融合与多用 而不再单单用于攻击或者辅助 这点西班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湖安卡洛斯一式战略投送舰 就可以说是轻型航母和两栖攻击舰结合之后的产物 有泛水物舱 可以容纳气垫登陆艇或者机械化登陆艇 用于抢滩登陆作战 也有华越式起飞甲板 可以搭载垂直起降战机 意大利海军下水的里亚斯特号两栖攻击舰同样如此 甚至说土耳其还打算将无人机 与轻型航母结合 打造无人机轻型航母 美国现在也有这个想法 能在轻型的航母上起飞的MQ-9B STOL无人机 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说现在的轻型航母在功能上已经越来越丰富 之后加装电磁弹射器 拜托垂直起降战斗机的束缚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轻型航母怎么发展 都不会替代现有的大型航母 就拿美国来讲 美国海军作战缺不了两栖攻击舰 也绝对缺不了航母 毕竟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夺取远洋的制空制海权 轻型航母欺负一下驱逐舰没啥问题 但是在性能上还是比不上那些十万吨级别的大型航母 经过美国海军的评估结果 大型航母的生存能力更强 依靠更大数量的航母和更宽的飞行甲板面积 能够应对高强度的海空冲突 轻型航空母舰的生命周期成本建造和使用 可以降低约20% 但作战能力却降低了50%以上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轻型航母虽然有各种低成本低维护的优势 但是没有弹射器和拦阻锁 意味着不能起降大型舰载机 而垂直起降战斗机携带的弹药十分有限 作战半径也无法与大中型航母舰载机比肩 排水量减少带来的是轻型航母的稳性下降 影响舰载机体降条件 轻型航母比较小的体积 也就意味着不能携带更多的舰载机 从战斗力来说是无法与大型航母相比的 不过那些对于无力建造大型航母的国家来说 轻型航母就是大型航母的替代品 直接购买美国的F3无必放在轻型航母上就可以 甚至说使用喷气式战机 就比如巴西和阿根廷的轻型航母 就沿用了二战的模式 所以对于一些小国家来说 这种轻型航母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取代了大型航母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轻型航母更多的是战力的补充而非替代 在高强度的作战中 夺取制空权的任务一定是大型航母的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朋友认为轻型航母未来会逐步替代大型航母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订阅一下 名计一 sinon 来 oo 谢谢观看